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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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入计增156% 也就是说成长最多什么 28奈米 这个是属于什么 车用的部分 然后它又要扩厂 然后目标基本上 今年就是下半年 基本上调到30% 而且它现在要干嘛 它现在要做手机 做手机 又切除手机的晶片 就这一支 华为Nova 8 SE 活力版 这个是麒麟 710A的晶片 娟姐 这个码是台电用做的你知道吗 现在是谁在做 现在是中心在做 本来是台电 因为台电的14奈米 已经 含美国技术10%以上 所以台电不能做 台电不能做 对 然后转给中心 但是娟姐你知道吗 这是去年5月就转了 现在已经8月了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时间已经太久了 也就是目前产能是满载的 那产能满载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趋势没有改变吧 时间趋势没有改变吧 那既然产能满载 趋势没有改变 又现在持续出现涨价的讯息 股价呢 股价如果说我们回来 看我们刚刚六公格 今天涨多震荡很正常 因为周六 那很多个股都压回整理了 其实六日鬼故事多 震荡很正常 但是这几只股票 所有震荡是很多都昨天创新高的 尤其4月先级 那个很强的4月先级 竟然也拉回来了 对 没错 但是我认为这边 有两只股票你可以留意 一只叫五脑悬股 一只就是有爆发力的 五脑悬股的连电 五脑悬股是什么 连电啊 你怎么说连电是五脑悬股 没有 这就是不用紧 这就是它震荡 这就是上车流流 就是基本上货 五脑悬股 大家都看 那只要压回你就买就对 相当是有称的 你看这个 我画圈圈的地方就是季线的部分 据你会发现 它每次涨都是回到季线都开始涨 而且现在这个股价 它有这个惯性 对 它的惯性就是到季线开始涨 而且现在这个绿色线高是什么 投信的成本线 投信的成本就在这边 如果说再往下掉的话 投信就赔钱 赔钱就要写报告 投信这个地方当然不想 不想写报告嘛 第二个 它的第二季基本上 它最近有掉下来 因为第二季小损 这个市场上知道了 为什么知道 这不会反应了 因为第二季它发CB 但是营收一直创新高 所以为了要压股价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它为了压股价 会把所有的业外 亏损的全部往那边丢 那我来问 中心财报很好 对 它是中心概念股 对 它是中心概念股 对 所以就是台积电 世界联电 中心房 全部都它的客户 它是通吃两岸三地的 金元代工厂的光照的部分 不是 因为它是中心 到处才意 因此 它真的是在 那owej程中心 可学习 在中国 上行 在